最近大家好像都对养老炉头有了一点兴趣 有几位男友就在信息中问我 说这个有根 这个兰花有根 有炉头 炉头很新鲜 但是没有苗 怎么养 刚好我手上有一盆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老苗 就一片叶子 就一片叶子 然后呢 这是一个炉头 很老的一个炉头 今年呢新出了一个新苗 新苗的还是挺健壮的 蛮健壮的看起来 这怎么一样呢 其实呢 我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方法 我的是统一的资料 统一资料的统一管理 今天我就把它倒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根部 看看它的根当初是怎么样子的 当初根也是很差的 没有新根 全部是那个老炉头一样的东西 到这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根呢有点特殊啊 它是这么一排的 就是相当于 以前可能是龙蛋吧 有可能是龙蛋 这么排出来的 现在呢这个龙蛋上出了两个新雅典 白色的两个新雅典 这边的炉头很差劲的 当初这根呢 这些老根全部都都没有发新的水晶头 老根基本都死掉了 后来从这个地方发了两条新根出来 这里一条 这一条 就发了这两条新根出来 然后从这个新根这个地方长了一根苗 这又种活了 这个怎么养呢 这个养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植尿 植尿的三要素 我们经常讲植尿三要素 第一个是松 第二个是透 第三个是肥 三个都需要的 当然这个肥不是外部 施加的肥啊 是这个植尿本身带有的肥 在三点做到的话呢 这个炉头呢 它会生根的 它是会生根的 你看就这一片叶子 它现在也长了一个新苗 这个养花 今年肯定是不能开花的 今年把它先养好 再说养好以后 明年让它复状 让它再出两个状苗出来的话 就有可能会开花了 明年就有可能会开花了 到这个程度 基本上说 这颗养花是种活了 对吧 基本上是种活了 所以肯定的说 它在进行正常管理的情况下 它会活的 当然这两个性牙点 现在能不能长成苗 我还不能确定啊 就是把它好好地再养一下吧 就是说 以后遇到有这样的养花 不要丢掉 有养花 他有兴趣啊 拿这个练手锻炼吧 练习一下自己的养老炉头的水平 也是蛮好的 增加一些经验 自己增加一些经验 对以后养蓝的过程呢 肯定是有好处的 你多接触一些 像现在我呢 每遇到一些特殊的东西 哪怕是病害也好 也好 虫害也好 或者是像这种 有根无苗的 有老炉头无苗的 我都会把它养起来 也就是增加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边做边学习 就是这样的 我是谁 我都会想起来 找人的 我都会想起来 这是多人的 膜的